接下来是今天的商法先锋的时间 欢迎主讲人松丰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 王松丰律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王律师 今天是住在洛杉矶的一个黄女士要请教 黄女士呢 最近想要做一些健康食品的生意 但是呢 这个是没有FDA认证的 所以想请教一下 如果没有FDA认证的产品 在美国出售 是不是合法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如果未来有顾客投诉的质量的问题的话 那应该有谁来负这个责任 是他这个代理商呢 还是原来的这个产品的生产商 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这是什么样的产品 因为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产品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说FDA需不需要认证 OK 所以很多 健康食品 健康食品的时候对不对 就是说FDA认证 FDAwhatever的话就对不对 其实这个东西是不需要的 有一些健康食品其实是不需要经过FDA认证的 很多健康食品都不需要FDA认证 OK 因为我们也我想要跟消费者讲的就是说 我跟观众讲就是说 一个是FDA认证就是FDA approval 对 OK 另外一个是FDA申报 好 然后FDA知道我有在卖这个东西 OK 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concept OK 所以其实这一集对消费者来讲反而相对很重要 对 到底FDA的重要性 对对对对 对那我们看很多市面上的健康食品 健康食品 他们都说喔FDA认证FDA这个FDA那个 对 那我不要讲他们不好 但是我们要看看说他们FDA拿的是什么东西 OK 第一个FDA他们不发任何的奖状 OK 所以你万一看到FDA有发奖状的话 那是基本上是不珍惜的 那是不知道是哪里 哪里来的 对对对对对 這個的話對不對 FDA你要玩拿到認證的話 那是西藥 我今天去大藥廠 我要花幾千萬去拿到一個認證 比如說Merk、Pfizer 那是西藥對不對 那種是 所以我萬一是個保健品 就是養肝丸 whatever的話對不對 不可能 那個money is not there 它只要在FDA可能要去申報 要去申報 申報的話對不對 都是fast track 為什麼要需要申報呢 第一個FDA要知道 你有賣這個東西 而且這個申報的話對不對 FDA還要知道說成分是什麼 對 而且就是說相同的東西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好比我今天是賣一個 you know 是說我說是一個 you know 魚油 魚油好了 Omega 3 就是說魚油好了 那我是說 我是ABC公司的魚油對不對 然後我說這個魚油是FDA的 認證的 那是在騙人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去申報的時候 我只要說這個是魚油 Omega 3 然後我就去去FDA的website 就是說這是魚油 OK 那因為很多人都在賣魚油啊 對啊 所以後來那個FDA的 approval的時候就說 OK好 因為已經有別人賣過魚油了 對 所以我這個approval 這個申報 這個申報 就讓你知道說你是賣同樣的東西 OK 所以這種東西是fast track 非常的簡單的東西 OK 所以這個不是想像的那麼 那麼複雜 那麼複雜的對 OK 為什麼我們會幫客人做就是說 因為你要拿到這個申報 你才可以開始賣 對 所以我們的service 我們的FDA service 是幫客人navigate 拿到這個申報的等於許可 就可以讓你賣這個東西 那為什麼FDA要有這個申報 就是說它要有個mechanism 說萬一拿 真的有什麼糾紛的時候 對 有人吃錯 吃錯的時候 FDA有辦法去調查 好 我今天是賣魚油的話 對不對 然後結果後來真的 或者是任何一個 一個ABC廠家賣魚油的 然後結果有吃出病的時候 對不對 FDA要有辦法去來查這個廠家 說你賣的魚油為什麼會吃出病 OK 所以最後有一個紀錄 又有個紀錄說 你是哪 在哪裡生產的魚油的source 哪裡來的 所以FDA要有個辦法調查 OK 所以就是說 我們去一些生農行 去一些whatever 去買這些中藥 尤其中藥行的時候 對不對 我們看到很多什麼GMP FDA這些很多 我都 可是它不見得是有這個必要性 或者把它誇大地去 把申報講成了認證 全部都是marketing 全部都是marketing 沒有任何science 沒有任何科學的behind it OK 對 對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就是說 這種東西的話 對不對 這種健康食品 是 你就是說這種東西 這個market 是非常的腐敗的一個東西 所以就是說你要小心一點 對 不過你也提到了 其實FDA還是有控管的 它等於希望你要申報 對不對 就是要申報 對 對 在這申報上面 它有沒有可能狀況是不通過 也許你的可能的成分 或者可能基本上過去有過不同的案例 發現這樣子的成分是不好的 對 但是這個問題就在這邊了 所以現在就是說很多的 我萬一今天是一個很老實的人 那這個材料來的都是 那成分我全部都講得清楚 對 很清楚 而且我說是 Alaska的魚油 Salmon 就是從Alaska來的 而且都是Wild Salmon 我就是申報是什麼 我就是寫什麼 那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可能有一些 為了利益 很多就是很不良的人 很多沒有不好的人 對不對 明明不是這個東西 明明是可能是 可能50%是橄欖油 然後1%是魚油 但是他們就說 這個是Alaska最好的Omega 3 對不對 那次出問題才被去告 所以就是說 FDA你在申報的時候 它不會去做任何的 去調查 只是有問題的 才會去調查 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這種東西 你可以去看主流媒體的報導 Health Supplement 是一個很腐敗的一個市場 對 所以現在做 我們在代理這些商品的時候 相對黃女士也要很小心 因為 不是她自己出產的商品 對不對 所以對方如果提供了任何的資料 我們第一個都可能要再 更謹慎的去核實 它是不是真的這樣子的成分 對不對 然後那黃女士是不是接下來 也應該核實完的時候 也是按照應該正常的途徑 去做所謂的申報就好 對 因為你第一個你要申報 而且你要看看說你今天的 為什麼人家想做這個保健品 這個市場 對不對 因為這利潤非常的高 想要做好的話對不對 利潤是非常高的對不對 然後就是說 但是你同時的話對不對 對 你要萬一你的出發點 是要幫助人的話 那你這個東西是好的 但是你今天出發點 就是說你賺錢的嘛 賺錢 而且就是說你裡面是放糖粉 或是麵粉的話 但是你說 這是總統下嫂的話 那這個東西你吃出人命的時候 或者是說被揭發的時候 那我覺得是應該去坐牢的 所以FDA它雖然沒有去管得那麼嚴 但是它還是至少給消費者 是有一些保護的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你FDA的話對不對 就是說你呢 不只是給這個黃女士 或者是就是要賣的人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是要給觀眾的一個 一個提醒 提醒 就是說當我們去買這個東西的時候對不對 我們不要去覺得它的包裝好看 迷信說FDA認證 或者FDA GMP那些全部都是 只能做一個參考值 對 但是就是說那些其實都是噪音 但是你真的要知道就是說 第一個我要讓觀眾知道就是說 那些不是FDA沒有在對任何的保健品做認證 你只需要申報這樣子 其實最重要的是 如果真的一個好的保健食品 最重要的是口碑 只要大家吃的真的是有用的 那個才是最好的一個所謂的認證 經過真的市場的認證 是的 這才是最重要的 謝謝黃女士 謝謝 謝謝 生活中對商法有任何疑問 歡迎投稿至新島日報